那幅是什么画 我怎么没见过啊 那个徐有道是他的师兄 也就是说他是师弟 师弟做了代斋主 这南风斋的关系 似乎很微妙啊 也不知道从他们的话里面 能不能看出什么蹊跷来 苏九儿 你们前族有一个词语 叫色令至昏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知道 意思就是说 韩殿下和大将军 昨天逛完灯会之后 就变得很不对劲 你不想活了 不敢 这是殿下 我最近都没有踩到你的底线 你为什么还要对我一样关系呢 谁说你没有踩到我的底线的 我还有第二条 与我共识者 师弟专心 我哪里有不专心啊 你明面上是在长安 看见美色就沉迷 你这叫专心吗 赶快把那个拖油瓶给我支走 去找犯人 回殿下 回殿下 我满脑子都是案子 一个美色都没有 殿儿 你刚才不也输了吗 如果没有王爷的话 我们这个案子很难办成 笑话 不待他 我还办不了案子了 不是办不了 是会踪很多冤枉路 赏话 不浪费时间吗 殿下 你仔细想一想 如果说这个地方 真的有古怪的话 我们不应该在他们 不知情的时候 趁机摸一把吗 怎么摸 此画明仙河图 你看我给你摸 我现在呢 就给你展示一下 我们督察委的 套话办案基本功 好